各位朋友,今期的星魂我不会就着新月图做一个总体的星盘分析 因为我觉得这段日子更加需要注意更大的危机 说真的,去到一个危机的层面 在我5月17号凌晨4点35分,其实我已经出post 广告了 什么是详程呢?我在这些post 的文字栏 文字栏我会贴一些连续,方便你们去重温 讲到我的post 的文字内容 其实大家要知道,我很多的post 是图文星并谋的 有时候有相片,有时候有片 但大家不要忽略了文字 始终文字是一个很重要的沟通的媒介 可能到现在的电脑世代,大家都是习惯了很视觉的人 或者是常常去听声音,但不要忽略了文字的重要性 因为最近竟然有客人跟我说 他不知道我是在做一个 campaign 去振兴黄政经济圈,去帮其他的黄店 有一个优惠的 campaign,他说他不知道 其实我在每一个post 的文字里面都会说这些东西 他说我不看文字的,就帮不了他 所以同样在这个post 的文字里,我也解释了 因为真是很多谢大家的信任支持 我算命的客人已经排到旺角了 为什么我要强调算命呢? 因为塔罗是占卜 大家都知道塔罗占卜是从来不会拖人的 我也是即日搞定 就算你说你太晚的话,我就第二早起床去搞定 但是算命那些是要排很久的 然后因为太多的责任 我就做出一个很沉重的决定 就是要取消未来的期十五满月的星魂 但是其实这样说 我现在说就说是取消的 但是如果我真的在这两个星期左右 我可以搞定我算命的那些客人 我宁愿到时有空限 就去出回十五的星魂 到时这个会是一个 bonus 我宁愿是有一个先益后扬的一个状态 令到大家的情绪 不会给大家一个希望,但最后就失望 我宁愿让你们先失望 如果到时真的做到没有 就会有一个很开心的结局 对不对 但是我又这样想 因为我今年都在这个星魂 很多的模式和制度都变来变去 所以我又不想说 今期又好像无端端剷走十五满月的星魂 是太多的变动 我会觉得好像有点麻烦 但是我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个事实 因为这个世界上 知否世事上变变万元是永恒 所以其实很多的变化是一个进步 是一个改善 而不要觉得我常常在五时花六时变 所以我这样说 我又不要说完全一刀切 切走到十五满月的星魂 我下期十五满月的星魂 我死都死出来了 无论我多忙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承诺 OK 如果说到like数的话 Facebook的朋友记住 要给红色心 不要给蓝色手指公 第一 然后第二 就是我想说 哦是的 但是absolutly speaking 都要过了二十个like 因为我当你们每一个 都是给一个like 两个like 难道我只是做给最高的那些 头三位 他们就只有两个like 明明 那个受众都没有 只有三四个小猫 就是做泥浪气 都是浪費自己的时间 对不对 好了 最后 虽然我一开始说了 不会就着这个新月图去做分析 但是 不说还需说 因为 毕竟我都已经是 搞了这幅图回来 但是我说得很快 OK 就是说 最重要就是 这些蓝色的线 三分线 就是跟日月相合 即这个新月 形成了一些 很紧密的三分 尤其是在水平座 这个逆行的土星 这个渺围的土星 然后呢 大家看看下面 这条IC 这条线 IC軸 同时是合金水 是合到正一正 和金星是逆行的 就是其实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这个农历润四月 会有很多 争遗产 分身家 離婚 兄弟姐妹 决裂 一些家族的斗争 这些东西 希望大家可以 生活愉快 但是最重要 都是 要看回文字内容的link 是的 在我5月17日凌晨 4点35分 出的那个post 是有一个非常之高的危险性 希望大家会平安大吉 好 简直是天下奇闻 奇闻共赏 判随着这个双子座的新月 那 在农历的润四月呢 不论是太阳 还是上星柱雷座 有什么惊奇的事呢 就是你们会非常之懒惰 是的 那 可能是 会不会跟疫情 就是太 久的事 那 使得大家都有一个 已经是work from home的 这个 心态 是的 所以 忽然之间 如果可能要 復工的 是的 开始做回事 或者是 什么都好 或者可能 有一些gym都 现在开回 那如果 迫着大家 有机会去做运动呢 忽然之间 是有一个非常之强的惰性 那这件事 那这件事是 完全 会是 很 明白 是不是 是的 那 第一个是这样 那 我看到你们的心态 你们真的走向 去懒惰 那这件事是 真是 估都估不到 是的 因为 处女座 如果你说处女座懒惰 这个简直是12星座里面 排 是的 那你们和 摩蟹座 香港人又叫山羊座 其实都是 懒惰 排行榜里面 是排包尾的 是的 反而我是常常 骂你们 对公 相遇座 相遇座 即我一知道 有些这样的人 我第一个印象 就是已经 立刻 有个懒痕字 是的 即我一见到这个人 我就会在他的页头上 作着个懒痕字 是的 但是绝对作 是的 所以如果是负面一点去看的话 可能是真的 因为这个疫情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疫情 那会做到 做就做 你们是比较窄 是的 比较容易喜欢他 他条 吓 吓 睡觉 是的 第一个是这样 OK 但是第二个呢 都可能是说 原来你们真的 这个农历四月是比较 这个农历四月是比较容易病 是的 所以是要非常之多的一些休息 是的 那尤其是呢 如果 你们的上星或者太阳呢 是在伏累座的13度去到23度的话 是的 那 那 你们真的会比较容易一些病 那所以才引致到要去休息 那就不是说懒的 那 和说真的呢 又真的是反过来 你们这个病可以是什么病呢 是压力病 是的 或者是 这个压力是可以怎么来的呢 那就是相反 就是可能你们因为太忙 是的 太忙于工作 太忙于那个事业 是的 会做到很多的一些 就是精神的一些压迫 是的 或者是真的 不够休息 是的 但是 就是无论如何 其实我是看到 这个农历四月 对于传累座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 休息 很多休息的阶段 但是他背后呢 你明白吗 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原因去去驱使 我刚刚已经说了 是不是 第一个是因为真的懒 那 然后是可能因为身体不舒服 病 疲累 那样 第三个可能就是 反过来的 尤其是如果你们的处女 是在13至23度 就是和第一个原因 就是说 你们是过分的勤力 是的 然后令到你们是 就是有一个类似叫崩溃的现象 所以之后呢 才要去休息 是的 但是无论如何 正所谓 就是 那 最后都是 比较舒服的 是的 希望你们 今天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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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 睡个好觉 那就 是的 令到自己的身体舒服一点 是的 无论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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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